男主角所穿的上衣上印有《莫忘初衷》这四个字 并且还明确地标示了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发生日期 1989年6月4日 这使得许多网友都认为 下集应该不会被搬运到中国的B站 然而网友们显然低估了中国的搬运功能 近日 一部名为《山道猴子的一生》的YouTube影片 在网路上掀起了观看热潮 这部由Eric Duan所制作的作品 在上下集累积的播放量已惊人地突破1000万次 然而 当他被中国大陆的网友搬运到当地热门的影音平台 Bilibili简称B站时 却出现了不少差异 特别是在内容的审查上 在原始影片的下集中 男主角和他的女友一同骑车前往北一跑山 男主角所穿的上衣上印有《莫忘初衷》这四个字 并且还明确地标示了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发生日期 1989年6月4日 这使得许多网友都认为 下集应该不会被搬运到中国的B站 然而网友们显然低估了中国的搬运功能 影片还是遭到搬运 打主角在衣服上被打上了马赛克 显然是在避免触及审查机制 该情况很快引起了网友的注意 当初第一集遭到搬运时 就有许多网友纷纷于留言区进行评论 有人期待的留言第二集快班啊 而也有人以玩笑的方式回应估计还在修图吧 间接表示对中国审查制度的不满 山道猴子的一生上下两集分别在7月7日和8月13日上线 其背后的创作者Eric Duan表示 这部作品主要描述了一名年轻人在感情中 因为虚荣心膨胀而逐步迷失自我的悲伤故事 其中涉及了许多生活中的元素 如跑山 改车 贷款 爱情 友情 以及劈腿等情节 这一切都是虚构的 Eric强调 如果有雷同 那只能说你的人生确实也蛮惨的 事实上 这不是Eric Duan第一次制作有关感情和车圈的作品 早在两年前 他就曾分享过一部描述车圈渣女的影片 Eric在该影片中提到 车圈的男女比例相当悬殊 因此当有女生骑驻重车出现时 常常会吸引大量的男性注意 这也成为了一些渣女利用男性的机会 导致许多感情上的纠纷 由于山道猴子的一生的剧情相当吸引人 且与现实生活贴近 不少台湾的网友期待 能够看到一部真人版的影片改编 还有人提议 这部作品完全有潜力被改编成为一款游戏 玩家可以根据游戏中的选择 走向不同的故事结局 例如 重击坏的可以选择卖掉 回去骑荡 车 可以选择不要迁怒第二任女友 从此过着幸福的人生 许多台湾网友看到新闻后也表示 哎不是 支那人怎么会懂六四 知道六四的支那人 不需要被劳改吗 里面的用语只有台湾八九会用 原创真的很聪明 怕被中国班直接在上一开大绝 笑死永远看不到一九八九六四 中国历史上没有六月四号这天爱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